在奶奶的葬礼上 小孙女发现前来吊咽的宾客们脸上都挂满了欢声笑脸 而且自己的爸爸还是笑得最开心的那个 灵堂内的两个姑姑也坐在里面聊着家常礼短 一点也看不出悲伤的神色 弟弟甚至都在一旁怀疑他们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直到一旁的妈妈喊他们过去吃饭 几人这才心神不宁地坐到了桌前 这时在一旁陪宾客们喝酒的爸爸冲几人招了招手 随后在饭桌前开心地向众人介绍起了他们 只要有人过来打招呼 他都会开心地起身 随后和对方互相说着鳄鱼奉承的话 德善的心里对此十分困惑 他问姐姐为什么奶奶去世了 爸爸却看起来一点都不伤心 可姐姐却告诉他大人的事情他也不明白 只是在晚上睡觉时 一向冷漠的姐姐突然转过身将德善给搂在了怀里 第二天一早 德善想坐在门前透口气 却发现爸爸坐在角落搭了着脑袋 跟昨天晚上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想起身去看看 可这时姑姑们却端着早饭走了过去 这时爸爸一改疲惫的神色 又开心地和他们吃起了早饭 并吐槽妈妈没有加他喜欢的尼罗 看爸爸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德善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 晚上宾客们都已散尽 只剩爸爸坐在桌前时不时地向门前张望 看着两天都为合眼的爸爸 德善有些心疼 于是便上前想要劝他回屋睡一觉 爸爸看到德善强撑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德善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可就在他要起身离开时 突然看到自己远在国外的大伯一脸疲惫地走进了院子 听到这翘首盼望了许久的声音 爸爸的神色瞬间出现了变化 他缓缓地从地上爬起来 而大伯则亮亮呛呛地走到了他的身前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伴随着爸爸的哭声 一旁的姑姑们也纷纷都冲上前嚎啕大哭 激压在他们心头的情绪 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释放 在这一刻 德善好像对爸爸昨天的荒诞行为也明白了过来 他可以哭可以倒下 因为他的身后有父母给他作为依靠 而爸爸和姑姑没了妈妈 所以在大哥没回来之前 他们只能戴上面纸咬牙来承担这一切 以此告诉别人这个家还没散 而现在大哥回来了 那这个担子就先让他扛一下吧 在灵bing豆亚 立项 小伙优独播剧场 — 末丝的老婆